MIRROR成員李俊傑、Jeremy宣布推出首支獨唱作品 亦是繼去年Edan之後 第七位MIRROR成員擁有solo歌曲 Jeremy由參加選秀到組成MIRROR出道 到現在正式推出個人單曲 足足等了三年 難怪他都說自己和粉絲一樣 心情非常緊張 我的感覺是很緊張 因為 話畢我前面有六位兄弟出了自己的solo作品 然後 因為我覺得我們MIRROR 十二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向是真的 因為 我自己覺得我這次出的這首伴的風格 是和前面六位兄弟完全可以區分得到的 都希望透過我們七個人的solo告訴大家 知道我們十二個人是每個人都真的有自己獨特的一面 接下來的音樂路向 我也是希望可以表現到我這一面 這一面獨特的一面 妖、霸氣、黑暗的一面給大家看 因為 這不是一個很常見的風格 所以 希望自己可以令觀眾有一個WOW的感覺 Jeremy新歌邀請黃雙進做監製 他自己就指歌曲完全達到他心目中的要求 亦很榮幸第一首個人MV 邀請到自己非常欣賞的女演員做女主角 知道是阿Fish幫我做女主角的時候 我就覺得 嘩 你找到阿Fish 嘩 很厲害 然後今天拍MV的時候 上午的時候 剛好是金獎獎的一個提名出來 然後他又有好消息 所以整件事都覺得很神奇 我覺得 我找到一個這麼厲害的人幫我拍MV 我覺得自己是很厲害的 剛剛跟他一起對戲的 可能拍了兩個shot 不是那麼多 但其實都很想繼續跟他有更多不同的合作 我很期待這個MV正式出的時候阿Fish的表演 原來我覺得他的演戲真的很厲害 Fish在MV裡面展現人性最陰暗一面 有不少血腥和性感鏡頭 Jeremy就說 歌曲和MV一樣 都是想表達人天生就擁有一半黑暗面 要嘗試了解他、接受他 才可以活出真正的自己 誰是我 是本動嗎? 自信上天生 本職嗎? 尋萬發之生 我門下的視天視上 視靈時間 混亂的本身 釋放冰凍的本身 愛我恨 終究的心 軟滑感 永遠要恨 比特見 可以 呢? 那